阿彌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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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想 我的灵性道士 Nitari La Parvista Chitanda Swami Bhaktivedanta Lala Goshamara Chih 请接受我的鼎牌,Pronam,Bhijapa Theta Marajin,命令我即将达达达达巴掌格,因为这个月份呢,Bhijapa Theta Marajin, 命令我即将达达达达巴掌格,因为这个月份呢,Bhijapa Theta Marajin, 我们在玛雅之中,但是呢,一个月呢,我们要求将我们所的能量,Ujja,能量,投入到随基神的服务之中,因此这个月被称为Ujja Blood. Bhijapa Theta解释到,我们把我们的感光的所有的能量,生而口,还有呢,我们物质身体的感光能量, 投入到呢,对拉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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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种规律的方式 聆听哈利喀塔 去从事哈利喀塔 我记得每年 我总是觉得我来得早了 但是呢 菲叻总是在那里 现在呢 有的人呢 五点半六点七点钟再来 所以我们呢 要记得 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喀塔 他总是首先到来 去进行的聆听哈利喀塔 菲叻总是每年我们都聆听 Damada Pachanga 听一两天 有的时候听一两天就走了 但是Damada Pachanga是无限的 就见你可以听了 几天 十天 菲叻呢将这法文翻译成 孟教那语 菲叻总是一非常 怕的方式 来解释了这个Damada Pachanga 让我们的心意呢 投入到一些好的念头 好的思维中 所以呢 Damada Pachanga非常重要 对神呢 被称为呢 这个月份的Damada Pachanga的主宰圣像 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Krishna呢 Krishna呢 是Krishna的主宰圣像 更何况是呢 Katyka月呢 所以呢 这个巴掌格呢 由八节识构成 自Satipatimuni时期 Krishna呢 解释到 八节识 那么都是呢 七百万年才写成的 因为他逐渐有更新的 更新的这句 然后再写一段 再写一件 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呢 他度过了多少年 去完成了 这个Damada Pachanga 像Pachanga Bhakti 刚才讲课道 Namami Svara 走呢 Aishwai Bhakti 规范奉案开始 尊敬的奉案开始 如果呢 我们不尊重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认为是物质的 如果我们觉得这是 灵性的东西 我们呢 会有一种尊敬 所以Guru Day讲到了 亲密服务呢 是以呢 我们宫庆的服务 扩大百万倍之后 才有呢 这种呢 亲密的服务 亲密呢 从来不是呢 没有宫庆 没有Aishwaiya 不是说 Oh Guru Day 我就拍你的肩膀 这种态度 这不是呢 Vishvan Paseva 不然的话 他会做出冒犯 所以呢 有一个坚定的 Mahashi 跟他讲到 这种口 有呢 这个呢 基础 去解除尊敬 当我们明白 Kushna Tattva 他是谁 自然的 会有一种尊敬的态度 这是开始 因此 Namami Aswalu 南无阿米,南无阿 当我们来到神下面前, Vاشnāva面前,我们顶拜 这个叫南无阿 这个身体,心意,我似乎的一切 是我本人,也不属于我 这不是我的 Guddhi Vashnāva, Al-Kohanaka Radhākishnan 我所用的一切 都是你 这就是Namaha 是伯摩布里玛拉基讲到了 如果我们点拜 如果没有Namaha这个形态 那么 不是那就跟这个佛河城差不多 而不是点拜 那么他成为 他做佛河城 就能成为环球小姐 环球先生 但是能不能成为 进入封岸 所以一切用于 您的福 Guruji说 我给某某人做布施 给神上做布施 因为一切身属于他们的 所以你的东西 现在归于你 因此 Namaha mi Salaam 甚至顶拜本身 都是如此有力量 所以布加凡课中 Kristen在18章65世界里面讲到 阿余阿余娜总是想着我 就像 Ragamik Bajab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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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余娜说不能这样做 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就应该 阿余娜说那不行的话 你崇拜我吧 他说你做不到 那么你就顶拜嘛 如果呢 做不到什么 就顶拜 磕头 所以呢 Bajabassi Bajabassi 每天顶拜 有一千次 Salaamik Salaamik 他所说 Salaam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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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就会自然向他地败 如果向Krishnan家庭当地败 那么我就家庭的地败整个创造 因此Krishnan是Krishnan是Brahma希望的神 谁会修语说自己是Krishnan大师 尽管Palarama是Krishnan 无二无别的扩张他却很高兴的称自己为Krishnan大师 甚至伟大人物布兰西瓦 如果他们称自己为Krishnan大师 他们都非常高兴 他这是我真正的身份 因此那个不接受Krishnan不接受伯家凡的服务的人 那么这个人比那份宠还要低 每个人都是他的仆人 有人接受网友不接受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向Krishnan提拜 甚至强迫 Krishnan以时间的方式呢 在十方收到来 那时候你起码要点拜一次 Oh Haribo 甚至在十方之前 一个人从心中去点拜 如果一个人呼叫一次 Oh Krishna 我属于你的 法子内心的呼喊 那么他就免除于玛雅的空帮了 因此那妈咪 顶拜 顶拜 Satyavatyamuni 说了 我将会免除于生死 我将得到一切 因此呢 因为Krishnan没有物质的身体 所以不会向Krishnan提拜呢 日日夜夜 我们在服我们的妻子 孩子 还有狗 还有食尿子去 现在呢 不向Krishnan提拜一次呢 整个创造者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Krishnan 接受的人 得到全然的迹象 而不接受的人 就没那么迹象 那么这个顶拜 Krishnan的 Krishnan的 这个呢 概念这个念头怎么来的呢 有哪儿生呢 就是萨都三个 圣人联谊 所以首先呢 完全的故意 是佛法第一步 巴弹基人就说呢 你可能聆听赏颂 冥想 但是呢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我完全归于Vishnu Vishnu有两个形象 你试着去 归于Krishnan 但是绝不是加弹了方向 首先归于Guru 因为Guru呢 被称为呢 Om Vishnu巴 但是呢 Vishnu的化族的造型 所以呢 去归于Krishnan 或者是高借了Vishnu巴 他们归于他 那么呢 就代表了 哦 完全归于Krishnan Vishnu有两个主 因此呢 一个人 应该在Guru的指导下 去归于Krishnan 可是呢 也在Vishnu巴的指导下 去归于Krishnan 然后真正的归于Ruji 说了 那些 从事呢 很好的服务的人 在Vishnu巴 指导下 那么呢 Krishnan就是成功的 Vishnu巴 你得知道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是 Vishnu巴 听见奉献者 所以那时候先 接受呢 Kairo Chet的信师 Krishnan 知道 他知道Krishnan 需要什么 在Vishnu巴 的指导下 去重拾Krishnan 去Krishnan 去Kuikuru 那么 就得到Krishnan 的话就 谁呢 谁呢 在创造这种 没有人 Vishnu巴 更为大 他是一切的 源头 自己都会见见 因此 那亚土主的 王朝的一个人 有一个呢 我现在 独有胆的女儿 先去 抓住了 独有胆的女儿 先去 他 所以他 独有胆的女儿 先去 Baharam 这时候呢 他说了 好了 好了 应该是 Guru Tattva 他对所有人 众生 Krishnan 有可能平行 但Guru不会 有次Guru Day 说了 一个接受 Guru位置的人 他主要的任务 就是呢 对所有众生平等 那就是Guru Tattva 甚至有的人问 Guru Day 哦 你给Sikshan 给某些人 他们 他们说 这些人 毒害的 啪啪的 你怎么还给Sikshan 他们既然接受我 那我就 依此行事 完全平等接待他们 Baharam Sikshan 但是这个瓶子在那里 也就是他对众生平等 因此Baharam说 哦 我对 我跟Krishnan 我和丫头主呢 哦 有关系 Baharam 去到Sikshan 那时候 库鲁主呢 非常恭敬地迎接他 给了很多礼物 我给他 Baharam呢 说 你们应该允许 收嘛 和呢 得胆的女儿结婚 你们觉得 库鲁是什么 他记得我们的人子 他们得到这个王位 现在呢 我们的人子 他们得到这个地位 现在呢 鞋子呢 要放到头上去了 因为呢 独有党想控制别人 因为呢 独有党想控制别人 用物质 来控制某人 包括呢 甜美的欢愚啊 布施啊 等等 把一个人的 离间 谁独有党呢 想跟 Baharam和Krishna分开 这甚至责摩Krishna Baharam就分担生起了 不要说 我顶拜自尊主 就像国王 坐在高桌上 那么呢 国王的脚呢 要放在一个小凳子上 手伴神 以Baharam为师 他们控制宇宙的释放 他们都呢 甚至呢 Krishna 放莲花桌的那个凳子 更何况呢 像Krishna敌拜呢 他想把Hastinop呢 弄到河河里面去了 所有人都 古鲁主 都非常的害怕 任何人不像Krishna敌拜 Baharam想把这个Hastinop 拖到河河里面去 所有人都非常惧怕 因此呢 我要顶拜某人 我要去 无论如何去脱臂 向Krishna顶拜 因为他没有物质身体 他是等于Satchi Anandarupam 他是Satsvarupa Anandasvarupa Citsvarupa Cits 是灵性的能量 他充满知识 因为知识 韦大经 王世俗中哪儿来呢 知识呢 无论是灵性 还有物质呢 都有他来 因此呢 他是知识的化身 Gyang Svarupa 有人可以给你们带光 很快乐 但是呢 有什么比呢 Krishna 能给我们更大快乐的 Satchi Anandarupamuni 四处看到了 他这一点 这个事实呢 但是为什么 为何不顶拜呢 所以他写了这个世界 我顶拜你 Satchi Anandarupamuni 有这种的觉悟 在八角呢 禅书之后呢 他就明白Krishna 如把 形象 品质 像是光 最后呢 Krishna Parika 他的同友 尤其是Shamathiratika 所以呢 他呢 发展成熟之后呢 他感受到 跟Krishna更清净 我不知道我们能讲 多少天 非常有趣的 东西 阿利波 财道走一走 现在我们曹拜 大家荣耀点菩萨达 十分钟荣耀菩萨达 好